劉根宏近期在抖音直播掀起政見聲狂潮 之前就連楊成林也發文承認 自己也劉根宏了 忍不住跟風起來 而之前傳出破產危機的汪曉飛 竟然也跑來朝聖 他先是在直播間連刷了超多個 價值1000元人民幣的火箭當禮物 甚至還衝上當時禮物榜的第二名 之後劉根宏夫妻發現是他本人後也很驚訝 特別在休息期間跟他喊話 我是汪曉飛本人啊 哇你好 哇你好你好 哇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跳操 加入到我們這個大家庭裡面 謝謝你們 只要大家生理健康 劉的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 切記 不管事業多麼的忙碌 健康非常的重要 原本以為是溫馨的隔空鼓勵 沒想到就有網友發現 劉在說完這段話後 氣氛似乎有了改變 汪曉飛本來要刷更多禮物的 但聽完這段話後就走了 網友就推測會不會是汪曉飛覺得 劉根宏這段話在諷刺他 所以不開心的離開 但也有網友認為 劉根宏很善良 應該不會故意這樣 瞬間又引發網上熱議